兩年前的今天是馬來西亞人用選票實現改朝換代的日子 不過我國今年3月歷經了政治動盪 西蒙再次成為反對黨 那國會反對黨領袖兼公正黨主席 那多斯里安華和前首相兼土團黨主席敦馬哈迪 今天趁著509改朝換代兩週年 發表共同聲明時就強調 西蒙至今都不會承認 匯集權力而形成的國盟政府 所以兩名資深政壇領袖也重申 兩年前他們沒有放棄為人民發聲 即便今天他們年事已高 但是他們的鬥爭沒有結束 也不會放棄人民的委託 2018年5月9號 希望聯盟實現馬來西亞史上的首次改朝換代 儘管今年3月西蒙倒台 土團也已經退出西蒙 但公正黨主席安華以國會反對黨領袖的身份 和土著團結黨主席敦馬哈迪 發表共同聲明強調 鬥爭還沒有結束 西蒙不會放棄人民的委託 這也是自國盟在今年3月掌權後 安華和敦馬兩人首次發表聯合聲明 聲明強調西蒙絕對不會承認國盟政府 同時也批評國盟政府 在沒有獲得人民的委託下奪下政權 聲明也提到 兩年前西蒙在各族的支持和努力下 為國家的改變而付出 如今西蒙的鬥爭並沒有停止 這兩名在政壇叱炸多年的資深領袖也強調 即便他們年事已高 時日不多了 但他們的鬥爭精神依然在 每個渴望改革的青年心中沸騰 他們不會放棄鬥爭 會再次崛起為人民發聲 尋求恢復人民的委託 NTV7綜合報導